今天我们来看电影 看哪一部好电影呢 这部电影会让你渲染玉气 可是在渲染玉气的背后 还有五味交杂的情绪 其实天狱自己对这部电影的援助 非常非常的好奇 因为我们有一位听众 来自北英女的老师 他说他大力推荐年轻朋友们 一定要去读这部电影的援助 但是因为现在高中生普遍的 国语文程度好像并不是那么优 所以居然有些高二高三的学生 要看懂援助好像有一点点困难 我们待会就来访问一下 这部电影的援助 好 这部电影就是复后七日 今天我们听电影 这个主题单元 借由不同的角度 带您来听见电影里的传思 听见电影里不同的讯息 推荐适合终身学习的好电影 推荐适合空大师生 以及广大的朋友们 一同来聆听和观赏的好电影 今天听电影 今天访问到的是复后七日的两位导演 王玉玲导演 王导演您好 大家好 我是王玉玲 还有援助兼导演刘子杰 刘导演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刘子杰 我们先请刘导演来叙述一下 故事梗概大概是怎么样呢 其实这只是一篇四千字的散文 对 不是小说 所以它可以发展成一部电影 对 从头说好了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亲生故事 就是我父亲在五年前过世 那时候我是在台北 已经就离家已经读书工作好几年了 很长一段时间 那再重新回到故乡去的时候 看到故乡的这种传统的葬礼 而且自己必须要全层参与 那除了这些葬礼之外 还有一些乡下的人情事故 这也是非常全面地去接受跟应对 那我觉得这个经验 让原本在都市生活的 我有一点点的感动 但是有一点充击 所以我把这个经验 写成一个四千字的散文 那它在2006年获得 自由时报玲珑三文学奖的散文首奖 是 所以您自己其实 本身对于文字的驾驭 应该是非常的娴熟 对不对 因为好像除了写字 不会做别的事情 一直都是从事文字工作 那把文字幻化成为影像 其实最中间是一个化学的 千变万化的过程 而且不是说三言两语就可以完成 我们很难想象 父后七日原来只是四千字的散文而已 所以后来决定要拍成电影 的时候您自己有没有经过一番挣扎 或者是说另外一番的创作酝酿呢 我觉得这个四千字的散文 它就好像盖房子 它已经把那个钢骨架构 在那边了 那所以我接下来要做工作就是 把它补入一些水泥啊 或是贴点磁砖什么的 就是是把它补入血肉 因为这个血肉又不能是虚虚的 所以我放进去很多的是 像在彰化中南台湾中南部的乡土的部分 不管是人文风情人情世故 然后都是透过乡土的人物去把它诠释出来 这部电影其实啊 以电影介绍来说 是爆笑中哀痛引现 豪情中真情浮现 为什么会爆笑呢 还是说你在看到那个乡土 这个礼藏的仪式的时候 其实你也看到了一些很离俗的 或者是一些很吊诡的部分 这当然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台湾人他 你说他迷信也好 质朴也好 但是这一些传统的仪式 他就是已经被千水百炼了 也许上百年 也许从中国大陆移民来台的时候 就一起带着过来了 那我觉得在这种根深蒂固的 观念跟信仰背后 其实能够让他支撑住的就是 台湾人他特有的 尤其是在中南部相间 他特有的那种人情味 就是不管是婚丧喜庆 都是要全面动员相挺的那种气魄 是 对那在 这之中当然会有笑料 是同时会有这个女主角 他对父亲的思念 所以跟我们前一阵子 很风行的一部电影 它的质感是不太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这个片子是 08年的年初拍了大概80% 09年的3月 再继续拍后面的20% 好像是这中间看到一部电影 就是日本的这个送行者 那我就听说了 就是类似在那个片子 在日本的片子放映的时候 我们这片子还没有把它完成 可能还在后制 所以我大概 我一知道说 大概是类似的体材之后 我大概就刻意 我就不去看这片子 免得受到一些 干扰 一些干扰 一些杂音干扰 但之后到现在为止 我大概相信 它就是一个 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 你大概看到日本的偶像剧 跟台湾的偶像剧 也会有一些截然不同的特质 那特别是 这个从闪闪闪闪 它可能是 就是focus在这一场 葬礼 这一个 妇女 之间的情感 简单的说是这样 因为它有事先制 但一旦变成电影之后 刚刚讲 除了是 一个架构 加上一些血肉之外 但是 毕竟要有90分钟的长度 所以它更多的 除了前面这个主题之外 它更多的是看到 乡下地方的人情世故 乡下地方的人 跟人之间的 关系 情感 那所以 所以这个整个 90分钟也会看到 不再只是原住 而是一个发生在乡下 因为它发生在乡下 所以你会很 很 很 很道地的 很 很彻底的感受到 这台湾乡下地方的 台湾人的气味 所以啊 其实啊 台湾传统的那个藏仪的仪式啊 有一点像是一场盛宴 好像是 要送走生命最后的一场盛宴 我们会看到 那其实除了泪水 爱上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会觉得 很庸俗 很繁琐 可是啊 如果 在台湾乡下人的 这个 他们的角度里面 如果不这么庸俗这么繁琐的话 似乎就没有好好地 送走一位老朋友的感觉哦 所以 这部电影 其实整个 的 氛围 它不只是哀伤 对不对 对 因为 在 乡下 他办葬礼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另外一个意义 是让家人又团聚在一起了 对 虽然说在那个过程中 大三姑六婆 七嘴八舌的 会很多 不同的意见 那有时候并不是 只是单纯被那一些葬礼 搞得头昏眼花 而是这些 就是邻居们 他们非常的热情 所以会 什么 到了 每天都会来给你一些新的意见 是新的意见 对对对 是被这一些 搞 会弄得 反而是走忙脚乱 对 但是在 回过头来想 就是在当下 真的会有那个 觉得说 比较烦的 那个情绪发生 但是 事后如果过了几年之后 再来回想 会觉得说 这些仪式 它的确有做到一些 疗愈悲伤的作用 就是在当下 可以转移掉一些情绪 是 那像刘导演 您至今回想 五年前的那一场盛宴 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啊 那个过程啊 笑中有泪 泪中有笑 而且呢 好多以前看不到的老朋友 老邻居 老亲戚 突然之间都出现了 然后 似乎在 送走父亲的这场仪式里面 你自己 又有多了很多复杂的感受 我觉得 就这一场仗里 他带给我的 就不只是写了这篇文章 而是说 写完这篇文章之后 我会把要关心的书写的题材 再放回去故乡 再好好的去 去回想自己的童年啊 故乡啊 自己跟故乡的转变 那最重要的 当然还是那个家族的凝聚力 跟在整个过程 得到一种温馨温暖的感觉 那这也是在 这部电影里面 我们就是在透过 不同的家人的角色 把它传达出来的 是 所以 您要传达的 其实是台湾底层的生命力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好 王导演您在跟 刘导演一起合作 拍片的过程当中 两位是不是曾经 有些琢磨或者是磨合 才能够把原著的四千字 变成一部九十分钟的电影 对 当初我是 这个剧本 大概第一稿写出来之后 然后我开始准备 要准备拍这个电影 初期的之音找到之后 我就坚持刘思杰 要一起来做这个导演 之后万一你说 A说要往东 然后B说要往西 那其他的工作人员 就会呆掉 那是不是之所以 敢做这个决定 是刚刚梓杰讲的 之前已经确定 这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对象 它在基础上面 在认知上面 在认知上面 许多木杰上面是有的 那否则的话 它极可能会变成 是个灾难那样 灾难 很容易会变成灾难 那再者就是说 这个真实发生 在子杰身上的 这个故事 然后 他是一场葬礼 那在胎后是一个 乡下地方发生的事情 那 对 对我来说 除非 我都要花上 好长一段时间 我才能够 真正的 真正的能够 掌握住这所有的 它背后的因素 因为 所有的电影 或者说文章也好 你看到的是 表面上这篇文章 表面上这部电影 但是它底下 它总会有一大块东西 支撑住 你可能没看到 但是它必须有 这一大块东西 可以把这个 浮上海面上面 这一块东西 给撑住 它如果下面 没有这一大块东西的话 上面你看到的这个东西 是空的 是虚的 是 是随时才会垮掉 那样 对 那我要把直接 拖下水 就是我大概就能够确定 它在这个相差的地方 活了近三十年 那这一大块东西 我是有一个背后的 一个最 一个安稳的 一个 一个最 一个背后 灵魂的 一称 那这就 这就大概妥当了 那同时因为 电影 就绝对不像是 一幅画 一篇文章那样 它是 它要太多太多的 各种金钱 然后各所有的 人员 演员等等的 大家的合作那样 那所以它必须要顾虑到 许多的层面 是 在之前 我大概 幸好之前 得过两次 又两剧本奖 那样 所以这个 吵起架来的时候 还可以理直气壮的 吵那样 那确实 这在中间 还没开拍之前 有一次 我记得有一次 比较大的争吵那样 就是说 其实任何人都会 多少都会遇到 这个问题那样 就是 特别是大家 已经是 已经是成年的 然后 它不像说 你在国中高中 你写一篇文章 老师 就会在上面 每一批 这篇文章 这里写得不错 但是这里什么什么 这里不好 所以 总而言之 我给你78分 那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等等 那一旦 开始 这个剧 因为有太多 太多剧本 写出来 但是没有把它拍出来 但是一旦 有了这个资金 然后他愿意要投资这个电影 要开始要拍了 它许多的因素 都会跑出来 然后 这是各样的 但是 这些就是需要 是一个 一个团队合作的 大家 在一个 够算是专业的基础上面 做讨论 它才会有一个 密切的一个 Tingwalk出来 因为 你不会看到 有任何一部电影 是一个人 他光平 他一个人 意志力 然后可以完成的 那 太少见了 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好 整部电影 从得奖 然后到讨论 到撰写剧本 然后到密切的琢磨 密切的默契的培养 然后最后拍成电影 完工 期间 历程多久 整整弄电影 弄了三年 三年 那剧本阶段呢 剧本阶段大概半年吧 所以其实剧本 还比较快 对不对 从散文改编成 90分钟的剧本 其实半年 速度算很快 剧本 它还是一个 纸上作业而已 拍成电影之后 它有非常多的 声音 影像 画面 种种在后制上面 可能就要花很多时间 好 我想请问 刘导演 一个问题 其实 当初您写这篇文章 那时候我父亲 刚过世 所以 五年之后 看到这部电影 即将要上映 而且 你几乎是一首催生 然后从文字 从 把自己的感觉 把自己的 那七天的感觉 用文字表达出来 到现在 它化为影像 多了很多的细节 然后 很华丽 很荒谬的 在电影上面 心情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这个事情 还真的是 非常的复杂 那样 就是 在 之前还没有得过 这个 最佳散文之前 因为之前 我们就认识 然后 在之前 我看了这篇文章 那确实是 看了你毛骨悚然 然后 其实我们之前 认识好一阵子 但是 也没说要 得了散文 很好 因为 其实在颁奖之前 大概很多人就说 这大概是首奖 然后之后 隔了好一阵子 根本没有去动 这个脑筋 说要拍这个电影 没有 是 然后 是 07年 08年 没有 大家 其实 大概全世界 大家都有些印象 那个时候是 景气非常惨的时候 我觉得 那个景气的 这一惨 那个低层 是 几乎比 你亲人的过世 那还要 还要来的沉重 是的 但是集体的 大家的 共同的 焦虑 焦虑 说 那怎么办 连菜市场都 你每天要买菜的 那连菜市场 男妈就说 好奇怪 50年来 没见过说 连菜市场买菜 人都少 之后 那时候想说 好 大家没事做 景气太差 插到没事做 然后之后 有一天跟子杰 了解来说 那总要 想点事情做吧 那样 你不能 在那边坐以待毙 然后想说 完蛋了 这个 然后世界摸掉了 然后之后说 那我来试试看 把它弄成电影 试试看 那是 在这个之后 一旦 你动了这个念头 起心动了 动了这个念头之后 那之后会是一个 会是一个大麻烦 那确实在 这三年里头 那许多许多的麻烦 那资金的问题 然后各式各样 人的因素 等等等等 但我觉得 子杰愿意把它 好 我来写成这篇 因为在之前 我认识子杰是 它已经 是一个电视剧的编剧 写得非常好 跟之前 金马奖最下编剧 蔡宗翰 然后和谐的 一个电视剧 我觉得 绝对我觉得 写得非常好 所以当然就 直接来改改看 但这个过程里头 我刚刚就 就是再一次说 它一旦是变成 电影 特别是在台湾 并没有那么的 完备的电影工业 因为其实在 几年前 已经找 不大容易找到 电影的从业人 台湾电影大概消失了 因为都改行了 是 对 那在这个中央底下 我觉得 把这个特别富有 台湾文化的 的电影 最后 我们把它给 给做出来了 然后一步一步 各式各样的困难 麻烦 克服掉 我觉得是 还真的是 大家 许多人的这些 这些合力 然后在 好像在这三年里头 我跟子杰说话 这三年里头 真的有一个 背后有一个天使 然后他一直 一直默默的 就是 嗯 这直到我们说 你该这么做 不该这么做 那样 是 不然就是他 中间好多地方 我们就想要说 啊 这样就算了 就可以 可以这样就结束 我们不需要 把它弄到这么大 弄到这么的 对 嗯 好 其实王导演在讲 这个过程啊 一直眉头 一直皱着 这真的对你来说 是一个 回想起来 这三年是 一场灾难吗 还是 其实 这个过程 虽然 颇折很多 麻烦很多 但是 那个成就感 跟那个 那个企图心 依然是 依然是燃烧的 因为这个题目 他不是说一个 青春偶像 爱情 电影 那样 男生爱女生 然后跑来跑去 他不是那样的电影 这片子里头 说到的是 你如何 你面对 青人的顽固 那你如何去面对 那 整个片子 不管是 前面的用一种 因为特色的缘故 他用一种 荒谬的 一种 一种特别的 一个 一个 一个态度 来说这个 说这个 事情 但最后 他一直回复到说 不管在 展文 或是在电影 特别是在电影里头 希望是 这个片子 能够带给 就是遇到这个 青人顽固的 任何一个人 他能够给他一个 一个救赎的力量 或是心里头的一个 温暖的一个 一个感受 我觉得这个 这个特别 对去年到 到现在 许多 许多都 遇到这样四年 我觉得这 真的是蛮重要 得了这么多的奖项 来看这部电影 其实两位创作者 还是以 比较严肃的态度来对待 对不对 严谨的态度 回归到题材的本身 我们还是请援助 就是刘导演来 回归到题材的本身 您看到电影上映的时候 坐在观众喜 您心里面的感受 因为它已经 从 已经变成一个电影了 我觉得 电影 因为台湾人 就是 现在国片慢慢 有好转的契机 我觉得就是因为 新一代的导演们 愿意把 电影从 作品变成一个商品 那我觉得这个商品 不完全说 它就是商业化 它就是娱乐化魅族 而是说 它愿意跟观众沟通 所以 当我在改成 从原著 改成 剧本的时候 就是 这 我就知道说 这不完全是我 个人的故事了 可是我希望 可以带给 共同经验的人 有更多的共鸣 那所以 在 很多观众看完之后 如果是有 自己也有这种 切身经验的人 他们 一定都是在 一定是 一定是看到流眼泪 并且会在 应后座谈的时候 会 忍不住地跟我们 分享他自己的 亲身经验 那如果是 他 父母 都还健在的 他看完之后 他同样很感动 而且会很想要 打个电话回家 那我觉得这就是 这部片子 他可以 超越 个人的一个 丧父的经验 而带给 所有的观众 有共鸣的感觉 是 我们刚刚听了 就是刘导演 他说 他其实 他看到电影 他觉得那已经超越 他个人的经验了 所以 王导演 您自己在 电影创作的过程里面 您觉得哪一段 最让你拍完之后 依然非常的感动 大概所有的人 对于 对于爸妈过世 大概都会 有各种 程度不同的 的反应 之后的思念 或等等 但 大概这片子里头 有两个点 一开始 从一开始一个 一百年前的 西伯来的民谣 他是这么唱的 它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宴会 婚礼宴会的一个 很欢乐的 一首歌曲 然后 你就看到 台湾乡下的道士 他做完了 他的一个 简单的仪式之后 他开始跳起舞来了 然后你看到 孝女出现 看到一个 小配角 表弟 要从台北 赶回来乡下 这个过程 一开始 大概 你的印象是 他是 附后七点 你乍听之下 是这么一个 沉重的 这么一个 庄重的一个故事 会开始为你 几乎像一个 嘉年华 那么样的欢乐 那我们知道 在中国的 这么多年的历史里头 他就是 郝小伟全 他有一个 另外一个 老庄的思想 那样 然后 有一句话是 庄子上漆 骨盆而割 那样 就是在另外一种 对 这种思想 概念里头 是庄子这个人 他太太过世 但他不会 哭天抢地地哭 但他反而拿了一个 拿了一个盆子过来 悄悄打打来唱歌 这个意思是 应该是 另外一个 这么多年 也延续在中国 华人世界里头的 另外一个思想是 简单的说是 我们要说的是 死亡 他不必 一定得要用 一个这么沉重 严肃的态度去面对 他可能 你可以把它认为 他只是 一个一段 旅程的结束 然后他现在开始 另外一段新的旅程 那我们先 在一开始 建立了这个基础 所以 以至于 他说的是一个 附近过世的 在乡下地方 附近过世的故事 但是他 为什么好多人 都觉得 太幽默 太好笑 死亡 他就是刚刚 跟您讲的 就是他 他应该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禁忌 他换个观念想 他就是另外一段 旅程的开始 是的 人生另外一段 旅程的开始 我们相信灵魂 永远都在 虽然 这是宗教的 观念 来 刘导演 附和七日 他虽然听起来 很沉重 因为大家会觉得 这是一部 在讲爸爸死掉的电影 可是他其实是一个 很温馨的喜剧 就会让你哭 让你笑 而且在哭笑之后呢 还会给你一种 温暖的 感动的力量 而且会让你好想 好想拥抱爸爸一下 应该是 如果 如果爸爸还在的话 好 来 王导演 下次有机会 拥抱你的老爸一下 今天非常 谢谢 附后七日的两位导演 分别是 王玉玲 王导演 王导演 谢谢 谢谢 还有 刘子杰 刘导演 谢谢 这部电影的援助 玉玲 花よ 綺麗と 織立家 把似 咲いて 見せれば すぐ散らされる 馬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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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の 恨み 横 口 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